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个子的通勤装 也是非常日常很实用的那种适合我们穿着上班啊上课或者说平常穿也没问题的这种类型非常实用百搭的一期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今天的第一套呢 想跟大家推荐一条牛仔裤 那这条牛仔裤我觉得是可以作为Totem很经典的那个扭线牛仔裤的一个平价替代款 它价格差不多是Totem那条的四分之一吧 然后我这个身高穿也非常的合身 它的裤型呢跟Totem那条非常的像 就是一个直筒裤 然后会有一点点锥形的那种弧度 就穿起来非常的显瘦 然后我觉得这种版型的裤子穿起来那个时髦度也会比较高 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那它的长度呢 我穿就是刚刚合适 不管是搭平底的那种船鞋 或者搭带一点点跟的鞋都非常的适合 或者说配那种运动鞋也是可以的 腰围这边我穿也是刚刚合身 就是不大不小的 然后也不需要系腰带 算是一个中高腰的裤子吧 穿起来也是不会有卡当呀 或者说勒什么的感觉 舒适度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条裤子很好看的也是它小腿这边做了一个扭线的这种缝线的设计 所以它小腿那边很有设计感 而且它这个扭线的设计我觉得也非常的显瘦 然后它胯这边是做了猫须的那种留白的抓痕 对胯这边也是有一个修饰的作用 然后它这个牛仔布的面料呢 也会有一丢丢的弹性 但这个裤子我觉得它很好的一点是它比较轻 很多牛仔裤它是特别厚 然后特别沉的那种 所以穿起来就是舒适度可能不是那么的高 有点硬 但这条裤子它非常的轻 就穿起来的舒适度很高 像我们如果要是上班在那边久坐的话 它也不会特别勒或者特别硌 然后这个裤子我觉得它也非常的百搭 今天其他的一些上衣的话 也是可以和这个牛仔裤来做搭配的 颜色也是这种很好看的 非常经典的一个牛仔蓝 然后上面身这个黑色的针织开衫呢 也是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的 这开衫它其实是那种棉质的 但是弹性很大 就是穿起来也有点像针织衫的感觉 然后贴身穿也非常的舒适 很柔软 它的领口呢 是一个这种微领的设计 就是非常的显瘦 也是可以露我们前半段的锁骨吧 看着颈部这块的线条很好看 然后它这个领口的大小我觉得刚刚好 就是你如果上班穿的话 也不会觉得你好像太过于暴露或者性感 所以一是比较显瘦 二是看着人非常精神 就不会有那种缩脖子或者脖子短的感觉 然后它胸前这边是做了一个这种杂线的设计 会有一点点的小性感 但不会特别的夸张 然后领口也是做了一点蕾丝边的设计 也会增加一点女人味和那种温柔的感觉 肩线是这种比较合身的肩线 袖长和长度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合身的 也不会太长 所以你不需要塞到裤子里也是可以直接这样穿的 然后这件上衣仔细看它那个面料上会有 有点像蕾丝边的那种花纹 会增加一点那种女人味和浪漫的感觉 但它不会很明显 然后这件上衣它属于那种比较合身的 所以等天再凉一点 你做内搭也非常的适合 这套我觉得都是非常百搭 非常实用的类型 就是你的使用率会非常的高 下面这套也是非常日常的一套 就是很经典的白衬衫配蓝色的牛仔裤 牛仔裤还是刚才那一条 这条裤子真的非常的百搭 然后这个衬衫是一个小利领的 有一点法式带蕾丝边的这种衬衫 这衬衫会比一般的那种 翻领衬衫更加的温柔一些 然后给人的感觉也更好亲近一些 比较平易近人的那种感觉 那这件衬衫呢 它就是一个棉质的衬衫 所以贴身穿也是非常舒适的 然后它这个领子大概是一个中领的高度 也不是特别高的那种高领 像我就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高领的 我觉得容易蹭到那个下巴那块的粉底 但这个高度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这件衬衫的大小五穿也是非常合身的 不管是肩线 然后绣长 胸围 还有长度都是很合身的 它不是那种特别宽松肥大的衬衫 肩膀这边是做了轻微一点点的那种泡泡秀 它这个泡泡秀非常的日常 不是那种很夸张的 然后整件衬衫上都是有那种小蕾丝边和刺绣的这种印花 就是细节上也是增加了那种法式浪漫和温柔的感觉 那这件衬衫除了单穿以外 天气再凉一点以后 我觉得它做内搭也非常的适合 因为它也是一个比较合身的衬衫嘛 那我现在外面搭的这个西装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通勤来穿的 这个西装大小我觉得也算是那种比较合身的 不是那种特别肥大特别oversize的西装 但是它的版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 就属于休闲一点的类型 它这个腰线这边呢是一个直筒的 不是那种收腰的 然后肩线这边也是做了一个非常薄的垫肩 肥瘦属于那种比较宽松的 但是它的长短呢我觉得我穿是刚刚适合的 大概是在腰以下就是刚到屁股那个位置吧 所以小个子穿也不会压个子 穿起来非常的精神 看着比例也很好 这个灰色是那种很正的烟灰色 颜色也很好看 而且非常的百搭 我觉得直接套在这个白衬衫外面 这样一套也非常适合通勤来穿 它的面料里面呢是含一些天丝的 摸起来手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穿起来舒适度也很高 然后它的做工和质感什么的 我觉得以这个价格来说也还不错 走线啊什么的也都是很工整的 不会是那种看上去很劣质很轻薄的那种感觉 里面是戴内衬的 所以非常的适合秋天来穿 那这个西装呢它还有一个配套的西装裤 这个裤子我这个身高穿也挺合身的 不管是长度还是腰围我觉得都刚刚好 它这个裤型是那种比较宽松的阔腿裤 但是会有一点点的锥形 就是裤脚那边有一点点的收口 所以如果想要露脚踝看起来更精神一点的话 裤脚那边卷个边穿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裤子很好看的是 它腰这边做了一个褶皱的设计 它这个褶皱的设计 就是对我们跨这个位置有一个修饰的作用 如果这种裤子它腰腹这边是那种比较平整的 但是如果你有点小肚子的话 它会有一点显肚子 但这种褶皱的设计 它就比较修饰小肚子那块的坠肉 而且因为这种褶皱的设计 它会让你那个裤管穿在身上看着更立体 就是裤缝那边也会比较明显 所以通勤的时候穿这种裤子看着也是很工整 然后很有职业感 但它因为是一个比较宽松的阔腿裤嘛 所以穿起来的舒适度也非常高 就是你工作的时候久坐在那边 也不会觉得勒啊或者硌 而且这种宽松一点的裤子 我觉得比那种窄管的西装裤要更加的减零更休闲一些 所以平常单独穿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觉得如果想要更加休闲一点的话 可以配这种小白鞋或者运动鞋 会增加一些帅气和街头的感觉 就不会显得那么的死板 如果配皮鞋啊乐服鞋或者这种带一点根的鞋 会看起来更职业一点吧 然后这个裤子的面料和西装的面料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追求那种整体性的话也可以配成一套 然后单独拆开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下面呢是一条黑色的连衣裙 然后我觉得这个裙子也非常的适合通勤来穿 它算是一个那种中长款的长度吧 这个长度的裙子就肯定比那种小短裙要更适合上班来穿 然后我觉得它长度其实对我这个身高来说也挺适合的 这个位置刚刚好 然后又可以露出你的腿最细的那一段 也比较遮肉和显瘦 那除了长度以外 我觉得它其他地方细节的设计也是比较修身和显瘦的 首先它腰这边是有一个收腰的这种寄带的设计 而且这个带子是你寄在前面或者寄后边都行 寄在前面的话看起来会更甜美一点 然后寄后边的话会看着更淡脸一些 然后它这个腰带又是一个高腰的嘛 然后一寄就会显得我们的腰线这边非常的瘦很好看 看着人也比较显高 然后它肩线这边呢是做了轻微一点点的泡泡袖 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一点都不会夸张 但是又可以对肩线这边有一个修饰的作用 看着人比较精神 然后又增加了一点点那种法式的浪漫的感觉 但又不会特别的夸张 领子也很好看是一个小的这种翻领 这种小领子看着人会比较别致 然后领口也是这种微领的会显得脖子比较长 但是它的开口又不是很大 所以也不会在上班的时候穿看着特别暴露 然后它的袖长我穿也非常的合身 就不是特别长的那种 所以如果你要干活什么的也很方便 而且它袖口这边是做了一个收口嘛 所以如果你就是干活的时候喜欢露着袖子的话 它也不会往下窜 然后它这个面料也不是那种特别薄的面料 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秋天这个季节来穿 光腿穿或者说搭一个袜子都很适合 像这种黑裙子我觉得也是非常百搭 很日常 然后其实很多场合都可以穿 而且它这个长度小个子来穿也很合身 然后它的面料还有一点点的那种垂坠感 它下面这个裙摆是那种A字裙的裙摆 不是特别贴身包身的 所以是比较遮肉的 而且看着人会比较优雅 然后我在这个黑裙子外面又套了一个风衣外套 这个风衣它的长度我觉得跟这个裙子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这样叠着穿刚刚好 它也算是一个这种中长款的风衣 就穿起来比较有气场的那种 而这个风衣它的版型也是有一点点温柔和法式的那种 它不是特别硬朗和修身的 穿起来看着会比较女性化比较温柔 不是那么的凶 它这个领子就是一个这种小翻领的 然后肩线这边也是有一点点扩肩的 不是那种特别合身的那种肩线 所以会更加休闲一点 然后这个风衣它是一个单层的 面料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软 不是很厚的那种 所以穿起来的舒适度会比较高 不是那种特别沉特别绑在身上的 它穿起来会比较轻 然后属于那种比较柔软的风衣 这个风衣它腰这边也是有一个季带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加凸显 你的腰身的话可以把它系起来穿 敞开穿的话我觉得会更休闲一点 而这风衣我觉得比较好看的是背后的设计 它背后这边会有一些那种小褶皱的设计 也是增加了这个风衣那种柔美浪漫的感觉吧 我觉得这个品牌它们的衣服都是那种比较法式 然后有一点点复古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背后这个褶皱的设计 你在走路的时候 背后看也是比较有动感 会有那种立体飘逸的感觉 然后袖长过穿也是挺合身的 所以你如果穿着它干活的话也会比较方便 最后呢是一件衬衫 这个衬衫我觉得它的配色很好看 就是那种焦糖色和米色熨染的那种印花 这颜色我觉得特别的适合秋天 而且它在光线下会有一点点那种光泽感 就穿起来就看着人感觉怎么说呢很贵气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种焦糖色搭配这种牛仔裤的牛仔蓝也很好看 那这件衬衫呢它的领口这边是做了一个飘带的设计 也是增加一点那种甜美和气质的感觉 然后如果你想要更随性和帅气一点的话 让它随便这样搭在这边也挺好看的 然后走起路来也会有那种飘逸的感觉 它看起来是有点像真丝衬衫 但它的面料是polyester的 然后这件衬衫呢 会比刚才那个白衬衫要更宽大一点 它肩线这边也是做了轻微一点点的那种荷叶边 或者说泡泡袖 但是是非常非常日常的就是轻微的一点点 所以穿截也是有一点点可以修饰肩线的这个作用 但是完全不会很夸张 然后这件衬衫它的袖子会比较宽松 然后袖口这边也是做了一个系带 把这个袋的系紧一点 它那个袖口那边会系出来有一点像一个花瓣那种花苞的一个感觉 像这个颜色的衬衫 我觉得你单穿就挺好看的 然后等天再降温的时候做内搭也很适合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亮嘛 所以在那边搭一些黑色啊 或者说卡齐色啊米色什么的都挺适合的 如果你全身穿的比较素的话 它会有一点提亮的那种效果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 然后这个视频呢也是一个合作的视频 具体的尺码啊详情什么的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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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